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听电话 徐先生 徐先生 你好 你好 徐先生 你好 你好 是你 是你 没错 徐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 徐先生 听到 是否想问编号568 山东蜜龙 好 问这个 有没有货 这个本身 可能是11元 是呀 我想问徐先生 你这一只有没有货 是吗 你本身有没有持有住 对 有持有 我不想问你 真的想买货 好 都想问一问前景 电话有些不太清晰 是 没错 偏途568的山东蜜龙 最新估价来说 升近半城 2.33元 未有货 我刚刚听到就说 怎样补住好 其实为何问徐先生有没有货 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有货 都要再 可能再 可能再 你可能看是否搜货 但问题 如果你没有货 可能我都恭喜你 因为说一句 山东蜜龙 这一段时间的股价 做得不太理想 所以如果你说 没有货 而想买的话 首先 我想都要徐先生 先了解一下行业 因为我想徐先生 如果你没买的话 都可能 可能不知道他清楚 我业务是做什么 我都可以轻轻的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山东蜜龙本身 其实是做一些泵油机的 还有 还有一些 叫做一些 钢管的 可能是输入地底里面 抽油管道的 而且公司的业绩本身 其实是一般的 如果以首位度来说 公司是有一个倒退 业务方面 大约倒退两成多的情况 所以 可以说是这些原因 最基本上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 即是年中 过去西域打抗的时间 基本上这些游戏秘的板块 都可以说 那个情况做得比较矮 这都可能和内地方面 似乎在之前的时间 说有这个叶岩器第三轮招标 又延迟了有关系 但是这样说 本身对于叶岩器的概念的板块 我看法上是比较正面 看法就不是太差 另外也可以说 本身山东蜜龙 其实都做这些设备也好 这些温柔机也好 基本上 都可以说 在资料的发展方面 其实我觉得是不会太差的 特别是 你现在讲全球也好 你现在讲内地也好 基本上 对于这些游戏设备的需求 其实是有的 所以如果是纯意的 目标来说 我都觉得 其实山东蜜龙这些价位 其实是可以可取的 我觉得都可以的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不要跌穿两个二这个位 就是这个位置 比较大的支持位 不跌穿的话 我会建议徐先生 你如果你没有货 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这些价位可以cut up 因为短暂点的目标价 先在大概两个半这个位置 跌穿两个二的话 下来自舍吧 好 谢谢这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OK 我们都答完电话方面的情况 就是看email 先看这位家庭观众 詩小姐你的email 想问Stanney 是Pino175的吉利 现价暂时去到3.04 升幅有6.7% 他说有货 3.94就已经买了吉利 很明显在这边上一定是亏损 没错 暂时应该如何部署好 目标价可以看一看去哪里 吉利本身 你可以说股价走势 令大家失望 因为你可以说之前 遇到的时间 见到4.75 这个顶后 基本上股价都可以说 没什么好过 甚至乎 之前出现原顶的形态之后 到这些位置 现在是3元 都叫曾经跌穿了 但事实上 看本身公司的发展 其实是不差的 事实上公司在之前的时间 公布出来的一些刑云的数据 其实那边是相当不错 甚至乎可以说 比上年来说更加之好 但无论 其实你可以说 这个汽车的行业本身 今年来说 大家都比较上去面对比较多的挑战 首先就是说 大家都很担心 就是我们的消费情况 如果一旦是货慢的话 都会对于汽车的消费情况 可能会有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其实在较早之前的时间 曾经内地都传过一些 比较上对于汽车行业 比较负面的消息 就是说很多公司 因为为了欠补贴 就是说可能将引擎 就较小一点的马力 去欠一些补贴 所以变相之下 这个版法在较早之前的时间 其实那个比较上 比较差 但对于吉利来说 我自己觉得又未至于太差 而且始终我自己有的看法 就是说 其实你见到内地的趋势 是想扶植一些 内地是各有品牌为主 所以变相对于吉利来说 它也是一个叫各有的品牌 而且本身公司在今年里面 都比较上是主打SUV的生意 虽然你说SUV的表现上 的话 长城比较好些 但在这个范畴上面 吉利做得都算是不错 所以变相如果你有货 如果有货的话 我这一刻都会建议先 正如先拿着货 当然你又分不上去 之前吉利公司的买入价 3.9这个位置 可能暂时这一刻 短线来说 比较困难些 但短线来说 回到3.3这个位置 机会都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一个初步的目标价 先看着3.3这个位置 中常算来说 如果假设市况是就的话 回到买入价格 其实都不是不可能的 好 讲开汽车股 都跟进了 刚刚在格早时份 中气协都出了6月份的汽车数字 讲到就是 汽车的销售量同比增加有超过11% 是11.2% 较上月份9.8%的增速提高了 看到它的销售都不错 还有今天吉利表现不错之外 2.38升幅显著 升超过4% 达到7.25% 暂时升3.1% 讲开汽车股 立即跟进最新版的情况 比亚迪方面 升近接近2% 升5毫指报28.8毫半 东风汽车南升8先 吉利升1毫8 华晨升1毫7 港气集团刚刚提过 升3毫指报7.25% 听听第二位家庭观众 鄭先生 鄭先生 你好 鄭先生 是否听到 鄭先生 鄭先生 是否想问27毫銀河娱乐 暂时未知是否有货 现在现价方面升超过7% 表现不错 最新来说到$39 近版的调整来说 是否都原作呢 升勢都挺强劲 都挺强劲 但这个版块本身 你都可以说都挺反复的 因为之前的时间 即是较早之前的时间 曾经都有说到就是说 澳门当地 都可能会有些研究 一些旅客方面 要申报那个攜帶的现金量 这个因素 曾经都令到一个版块 有一个比较上大一点的调整 特别是大家都在关注 就是这个做法 究竟会不会打击到 当地的消费者本身 去澳门就是说 可能是娱乐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 澳门政府本身 都出来说 就是本身 这个部署的做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是想打击一些小型的活动 所以相对而言 你对于这个版块 即是豪导的版块 那个影响相对比较小一点 看回现在这一刻 本身你说一些 当然 比较上是 可能是以前来说 贵品厅的生意 其实已经是少了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叫做 就是一些博彩原来的公司 都是倾向着打 一些说是中场的生意 而且比较上 都可以说 相对比较是理想的 看回当地的博彩息方面 事实上 上个月的息息方面 虽然你可以说 是差了一点 但是都比预期好 还有 看今年来说 年初至今 基本上那个增长 都仍然维持了 一个是相位肚子的增长 所以都可以反映 这个版块 其实那个情况 又不算特别差 但是始终 这个版块 也建议家庭观众 鄭先生 因为始终这个版块 大上大上的 挺交关系的 你看到图就知道了 基本上 你见银鱼也是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六月大后的时间 基本上波动性 都十分之大 波动的区间 是由34元 至到44.95元 即45元到这个位 都可以说 波动性 比较高 所以你本身 现在你未买货 而想买货 都当你假设你未买货 如果你想买货 的话 我会先建议 有机会去图点 到37元到这个位 才考虑一下 甚至乎36元 都可以 这个版块 你会说 后来买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 多谢先 我们也要答回email方面的情况 下一位家庭观众 这位就是Vince Ho 想问减号732的信 lí国际 都应该未有货 我想问三位价位可以买入 目标价看多少 报价 暂时跌1.8% 跌7仙 最新报价在3.91元 谈看这个股份 等我读重那些最新的营业数据 6月份营业净益 就有18.5亿,額年增加有九成 亦都留意出了迎起 是的,其实这只股份本身年初至今 比较相当理想的表现 为什么呢? 其实公司的业务除了做一些镜头之外 因为它本身都是做一些汽车 汽车的镜头之外 都是做一些和一些智能电话相关的业务 做一块研究模的那一块东西 所以你可以说是一只智能手机的概念股 或者是受惠股 事实上公司本身的业务的发展 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是走得很快的 而且公司也就像刚才Janet出了迎起 所以反映这个业务的表现做得其实不差 只不过先看股价 其实股价方面 之前的时间其实是挺波动的 因为基本上曾经最高的位置是5.3公里 但是你看看这一项的时间 之前的5.0公里跌得很急 下到3元这个水平的位置 最主要就是当时的 我印象中好像当时公司出了一些言文数据 比较一般的 以至到股价出现一个比较上大幅的调整 但始终这个板块或者这个行业本身 我看法都比较上是正面 因为如果你说说送你的话 其实都可以拉开一点点的 其实送你本身 你可以说它是三星的概念股 因为它最主要的大客 当然公司没有说明的 但公司也说到客户在韩国方面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它是供货给三星 而且本身你看到三星这段时间 虽然大家都知道 即使速货量方面好像差一点 但始终这个量的 需求量也比较大 而且你见到三星本身 都有很多不同的机种推出市场 所以我相信对于送你来说 其实现在这一刻 这些位置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但如何都好 大前提就是市场要比较上是好一点 因为最主要就是这只股份 以往来计算都比较跟市场 你见过市场 一旦大力调整的时间 这只股份的调整都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有没有买货 而想买货的话 这一刻我会先建议 在大概三个七刀附近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大概在之前的位置附近 三周可以考虑 短线的目标价 看大约四毫半这个位置 下面的话 现在大概三个二毫半 再指涉位 OK 好 多谢先看Vince你的email OK 时间不太多 都想跟你调调我的股份 但我觉得就是问市况 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今天来说 升幅非常犬着 都是受到外围方面 好像就是白兰克方面的讲话 好像对市场的气氛 又提振了不少 另外加上内地方面 也说要保增长相关的言论 全部都是向好 现在市场上升超过五百点五多 还有不够十分钟左右 都快要收市了 会不会有什么部署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Stanley 基本上刚刚说到中资 就是A股的影响 现在再说白兰克的方面 这一刻它有点反手 你问我的话 它的言论和之前那次说的话 其实有点比较大的分别 所以大家也觉得 可能退市的时间 可能有些可能会延后 但是这样看 因为似乎港股这一刻 升线似乎有点强厉害 还有现在这一刻 基本上都开始迫近50天线 大约是25008这个位置 所以我短期内相信 港股虽然短线依然可以看好 但是问题是 你说充斥处港股方面 都依然有些比较多的 不明朗件数在 特别是中国那方面 所以我都相信 大约短期内 即使可以升上去 大约或升幅 都相对比较有限 OK 好 我们都差不多了 节目时间了 OK 多谢大家 不如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是全日总结的环节 跟大家跟进 就是港股全日的表现 以及一些移动板块 最后都和Stanley做分宣布 港股份没有持有的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Stanley 都看到了 恒指尼一刻升近525点 曾经升近600点不多 今天暂时高位见过21,503点 大家等一会 再和大家跟进 就是大市方面的情况